過年期間縣府辯明措施再升級 服務網站不打烊 持續提供相關服務 民眾只要連結網站 就可以查到交通書運 免費停車 醫療院所 垃圾收運等相關資訊 相當方便 敬請鄉親多加利用 在春節這一段期間 依然縣政府 我們的服務網站都不打烊 所以比如說我們 新道路市的時間 觀光景點的時間 還有在春節這段期間 我們也要提醒所有的鄉親好朋友 春假期間 這七天就過年了 所以我們希望他們可以 防疫工作要徹底的做好 自我管理要管理得很好 請洗手 戴口罩 還有量體溫 這個都最起碼的 所以希望大家把防疫工作做好 讓宜蘭縣能夠平安 順利 健康 縣長林之廟指出 過年期間各廟與 和景點的人潮都很多 為了避免出現病毒傳播風險 因此特別呼籲鄉親 一定要落實防疫措施 做好戴口罩 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離等防疫作為 才能保護自己 並且保護別人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星採訪報導 超級靠 中文字幕提供 JS 大視頻 陷居